说在上海有两个老外挑战当街亲吻100个陌生女孩 谁先成功谁就赢了 最后两个老外都成功了 来看看 可真是人有多大脸就有多大胆了 真是众目睽睽之下 如果在没人的地方 这些老外借所谓的街头挑战的名义 明目张胆的猥亵女性 占女性的便宜 而且还为此十分的自豪 把今天亲了多少个女孩 当作炫耀打赌的资本 如此不尊重女性的戏码 居然还有女人愿意配合她 这时候那些天天长得 这不尊重女性 那不尊重女性的人 怎么集体沉默了呢 想说这成功被亲的200个女的 你能不能要点廉耻 要点脸啊 你知道在老外的心里面 是怎么想你的吗 便宜廉价低等 你还沾沾自喜了 觉得自己挺美的选中了你 如果换成中国陌生男人 当街向你索吻 别说索吻了 就看你两眼吧 估计你就得直接说他变态心骚扰了吧 然后发个小视频 哎呀家人们谁懂啊 无女死 今天遇到个下头男 一直盯着我看 好害怕呀 好吓人啊 你男朋友经过层层考验 冲冲把关 才能牵到你的手 牵到你的嘴 一个陌生的外国杨拉筋 随便一句话 你就主动的献上了你的吻 哎呀呀呀 何为廉耻 何为底线 何为道德呀 都2023年了 还崇洋媚外呢 这老外跟人打奴 一天亲几百个人 你不嫌脏吗 不怕得病吗 万一传染了什么口腔病 谁也救不了你的命 硬说是你男朋友传染的病 哎